2019年1月9號 1TV亞太第一位市 傑出企業及領袖人物評選 及頒獎盛典點 在香港港麗酒店隆重舉行 新年一市 群賢匯聚 共襄盛舉 來自兩岸的 與200位知名 政 商 學界人士 企業和機構代表 業界權威 齊聚湘江之兵 共同見證了 傑出企業和領袖誕生的 榮耀時刻 出席及支持本次盛會的 主要嘉賓有 全國政協常委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董事局主席唐一年先生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及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 霍啟剛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經濟部部長 孫湘一先生 全國政協委員 前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醫生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金融服務界 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先生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陳百里先生 特邀評審 香港經營業貿易場 理事長張德希先生 英皇證券集團 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楊代詩女士 AF Capital董事總經理 香港蘇州無限同鄉會會長 費哲恩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 EMBA中文校委會副監事長 香港上航同鄉會 永遠榮譽主席 王英女士 榮譽顧問 港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博愛醫院前董事局主席 葉耀誠先生 有請有請王台長 那她第一位是副總裁兼台長 王紀賢女士 為頒獎盛典致歡迎辭 她首先介紹了 1TV開台以來的發展歷程 並表示 在建國70周年 國家一帶一路倡議 和越港澳大灣區建設 穩步推進之際 香港和內地互聯互通 進一步加深 希望此次活動 能夠為兩地各行各業的溝通 搭建橋樑 大紫金勳章 金紫金興章 太平紳士全國政協常委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唐英年先生 作為主理嘉賓代表致辭 在國家富強的過程當中 企業家做了不少的貢獻 跟國家一起共同成長 我們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誤會雙贏 一步一步以腳印地向前走 展示了國家所需 香港所藏 香港的企業家和金融界 都受惠於國家改革開放 在這個時候成長起來 也同時為我們祖國做出貢獻 本次活動評審團主席 香港金融業貿易場理事長 張德希先生致辭 這次其實所有的評審委員 都很用心用力 盡力這樣勾出他們的時間 為這個頒獎典禮 去評審這個結出的人才 結出的企業 今天能夠得獎的 的確是實至名歸 頒獎盛典歷時三個小時 共分為經貿產業 社會責任 年度傑出貢獻 金融投資四大主要領域 最終近30項大獎 花落各家 今晚很多優秀的企業 我希望你們都可以支持 我們香港體育界的發展 經過活動主辦方 及特邀評審的權威推薦 專業評選《獵鷹南京區塊鏈科技有限公司》 榮獲最具潛力區塊鏈企業大獎 《獵鷹南京區塊鏈科技有限公司》 聯合創始人陳璐先生 作為企業代表上台領獎 接受1TV記者專訪 並發表了獲獎感言 我們今天的新的特產 主要做技術服務 這底層這一塊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華中地區 就是華中地區最領先的 區塊鏈技術提供商 可以說在長長講 肯定是最頭部的 然後我們原本跟香港 還有台灣 澳門有一些 就是已經在合作了 我們也希望能夠跟更多的同行 或者說更多香港願意 做區塊鏈的一些其他的 就傳統互聯網或者傳統企業 能夠一起來有深度的合作 能夠有所交流 有所溝通 得獎企業和個人 涵蓋了各行各業實至名歸的佼佼者 他們為社會的和諧和持續發展 做出了突出貢獻 頒獎盛典也為眾多傑出企業 和領袖搭建了有效的交流平台 進一步彰顯了優質品牌的價值 亞太第一位視記者李曾輝 宇仁清 香港報導